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大绿皮车那可是老猛了 这趟车从东南亚海城市福建厦门出发 一路风驰电车般的前进开往西北地区甘肃省会兰州 这趟车甚至可以强到跟动车掰手腕跟高铁比时间 今天我们在这一车的始发站厦门北出发 体验一下这趟蓝夏直特 这趟车的车次是值126次 每日早上7点18分在厦门北始发 更是一趟性价比超高的王牌车 尤其是今天白天这个车的实力可以说是相当惊人 由于刚经历完春运始发站的客流并不是特别大 我这也比较容易的买着一张下铺 列车现在已经缓缓的离开了厦门北站 厦门北到南长这个区间仅用时5小时44分 实力可以说是相当恐怖 因为这个区间最快的既开头高铁也才用时4小时05分 甚至像这趟高铁还没有它快 但票价却翻了三倍 像这种速度快价格便宜的绿皮火车越来越少了 做一次就是赚一次 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厦门市进入到泉州 列车在泉州站不停靠快速通过 又跨一个车站这个地方的名字好啊 叫仙游 从地图上看这个仙游站距离仙游的县城可是不近呢 都说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的确如此到处都是山 仙田资源一般 但是感觉福建还是挺富裕的 尤其是福建人给人的印象就是敢闯精明能干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中途的第一站莆田 像福建的莆田泉州名气也都很大 感觉莆田这地方好像遍地都是斜场 列车已经到达中途第二站三明北站 这个三明北在地图上看原来是沙县的 应该是全国随处可见沙县小吃的那个沙县吧 转眼间我们已经走出福建进入到江西省 列车即将在辅州站停靠 站台上的人好多呀 但是这么多人并不是坐咱们这趟车的 七分钟后厦门北到成都东的高2278将会停在旁边站台 而咱们这趟车将会一直压着高2278跑快到南昌才会分开 这段距离跟高铁走的线路一样都是昌幅线 现在跟高铁已经分开了 高2278是进南昌西站 咱们是进南昌站 列车已经抵达江西省会南昌 在南昌停的时间比较长 会进行换挂作业 离开南昌后 南昌的武昌这个区间也是依旧能打 江西和湖北两个省会之间 咱们这趟车将会一站直达 这个区间依旧比个别高铁耗时还要短 比较喜欢这座城市的名字叫贡青城站 贡青城好像是个县级市归九江馆 这地方有这么多大柱子呢 这到哪了 车站规模看着不小 好像还正在施工中 原来是卢山站呢 我记得前年经过卢山的时候正在修着 今年还没修完呢 已经进入到湖北省的阳心县了 这座城市堵起来绕口叫黄石市 离开了黄石市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鄂州市 列车正在经过的就是鄂州站 这段跑的真猛啊 提前了15分钟进的武昌站 正常在武昌就停车21分 只有提前了15分 这是刚中铺上来一个大哥干的 整一床八宝州 刚一上来还问我呢 说他的枕头怎么在下铺 我说之前有个小姑娘拿下马靠着了 话题未落 这个大哥一个箭步就踩桌子去上铺了 在上铺耗下来的一个枕头的同时 直接把桌子上在八宝州干翻了 撒了一床一地 这一幕刚好让刚上来的下铺小伙给看见了 但是中铺的大哥丝毫没有道歉 就说了一句 我换个赶紧枕头 这小伙老郁闷了 在旁边边坐坐着呢 已经通知列车员了 等开车之后给过来换床单 列车员过来给换新床单了 感觉中铺的大哥更有毛病似的 整天满地的八宝州 下铺的小伙现在在这熟悉呢 时间过得还挺快 现在都已经是晚上5点多了 这个时候列车正在经过的是孝杆站 作为地级式的孝杆 看着车站稍微简陋了一点 晚上在车上买了一份炒面式的盒饭 花了30 买带饭的好了 这带面的已经坨了 中铺这个大哥也是个狠人 两张商铺都没人 他怎么把背整下来半截了呢 真快的一天呼呼又又又过去了 外面也已经黑透了 此时我们已经来到了河南信仰 紧接着挺靠的是洛河站 过了洛河都已经关灯 进入夜间行车模式了 走了一天这才停一个现场暴风 我一看这时间不对 这提前20多分钟到暴风的 休息吧 后半夜还会挺靠洛阳和西安 我这一觉醒来 已经过宝鸡进入甘肃省了 昨天在福建那边 山的植被是郁郁葱葱的 已进入到甘肃 这边的山看着光秃秃的 像昨天在福建和江西 都是青山绿水 这边的河流都是黄颜色的 现在列车到达天水站 最近总能刷到甘肃天水麻辣汤 特别的火 所以这次我们不坐到 终点站兰轴 在天水下车吃麻辣汤去 没想到一个巴掌大的小店 排这么多人 太不容易了 排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轮到我了 直到人多 没想到这么多人 还挺实贵 拿了这么多 一共才花了23 没想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